好,来看的是国家公园大计 中国大陆开始透过设立国家公园的方式 积极保护生态 宣布要建立三江园、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雨林 和五一山五大国家公园 习近平宣布加码 率先出资15亿人民币 成立一个基金 协助世界各国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郁郁匆匆的山林 孕育着各种各样的生物 从羚羊、金丝猴等草食或杂食动物 到狼、金钱豹与东北虎的猛兽 更有备受保护的猫熊 蜿蜒的江河里有跳跃的江豚 碧蓝大海中悠游着海龟 这些与我们共享地球资源的生物 如今也成为中国大陆当局致力维护的对象 周二在云南昆明举办的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亲自宣告成立首批国家公园 包括三江园、大熊猫、东北虎豹 海南热带雨林与武夷山等五大国家公园 园区内的保护面积高达23万平方公里 涵盖了近30%的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 早在2015年大陆当局就选定了 包括麒连山、神农架、前江园等地在内 总计10处作为国家公园的试点 积极保护区内的生态环境 6年来获得一定成果 这次五大国家公园正式宣告成立 为长期在试点区内工作的人员注入强心针 大陆民众对国家公园的成立也表态支持 我没想到有动物 我觉得国家公园应该就是很自然那种的 也是一种传承保护 另外一个我觉得 让就是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些中国的稀有的这些动物 这种透过设立国家公园来保护特定区域内生态环境的做法 最早由美国发起 在1872年设立了全球第一座国家公园 也就是黄石国家公园 此后140多年来 全球已建立至少5600个符合国家公园类型的自然保护地 这些国家公园在保护自然生态之余 往往也会兼顾旅游与教育功能 可能倉导的主要是两种旅游的方式 一个就是这种自然教育式的 它是一个最好的自然课堂 大家可能在里面能够提升自己的认知能力 第二个的话 倉导的就是这种自然的游气 里面我们的野生动物的观察 头部 露营等等 然而在全球暖化与气候变迁 正对人们生活造成越来越严重影响的同时 对自然环境的改变也极端剧烈 而大陆在保护生态多样性的努力上 不仅只有建立国家公园 我宣布 中国将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 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 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 中方呼吁并欢迎各方为基金出资 曾花30多年把占地136万坪 原本满地荒芜的海格洛夫庄园 打造成有机生态原地的英国王储查尔斯 周尔也透过视讯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会议上 敦促与会的5000多名各国代表尽快行动 当我们保护地和沙方 我们在实际上保护自己 寻思书 宇宙返回来 带她所有的利息 在这种生活上 时间 恐怕是在我们的一半 所以我只能推荐你 要取得决定的决定 可以决定 两周后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 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 备受期待 有更多国家起而行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